由张彬彬、于书欣、丁冠森、丽佳琪等人 主演的电视剧《两个人的小森林》已经接近尾声 现在破坏庄宇和与美人感情的就是狗匪了 爱一个人可以理解 但极度会让爱变得面目全非 对于狗匪而言 他对庄宇的爱就是面目全非的 即便是真的很爱很喜欢庄宇 也不应该去伤害另外一个人 何况这个人还是他的同学与美人 这些都是因为极度 极度与美人的美丽 极度与美人学习好 极度与美人拥有的一切 狗匪的言行举止最终也会伤害自己 不会对庄宇和与美人产生什么坏的影响 相反还会助攻他们的感情 庄宇已经意识到自己曾经是与美人的爱情试验品 也知道自己的很多信息在与美人心中 对于庄宇这样的人而言 一旦爱上就会付出真心 即便对方存在一些欺骗行为 他也会感化 就像庄宇对待事业一样 一旦选择了就全身心付出 这样的人真的太好的 真的希望现实生活中多一些庄宇这样的男性 对爱专一忠诚 不随便给别人希望 一旦投入感情 是真心实意 庄宇在看到狗妃给他的资料后 反倒是加剧了他对于美人的追求 他反套路于美人 根据于美人和老李两个人给自己的信息和知识 想尽办法来追求于美人 想要抓住这个自己深爱的人 而于美人反倒是有些惶恐 毕竟庄宇庄教授可不是这样的人 他转变的也太快了 还会撩 让人浮想连天 真的很难不动心 于美人的惶恐还因为他的的确确 曾经套路过庄宇 故意接近庄宇 想要让庄宇爱上自己 但自始至终于美人对庄宇的感情 是真的 是真的爱庄宇的 也许庄宇也意识到这个 才会真心实意付出 反套路于美人 希望和他有情人在一起 他们这一对花鸟CP进展不是很快 而与美人的好朋友 近熙和闺蜜李甜甜之间的感情 还算进展迅速 他们之间的误会消除了 彼此又回到溺外的状态 对霸道总裁近熙和他的葡萄灰姑娘 李甜甜的感情 观众一开始是期待的 后来戏份实在是有点多 让人有点反感 现在他们和好了 消除了误会 结婚的进度就会快了 这样也给予美人和庄宇更好的机会 促进与美人和庄宇之间的感情升级 也算是一件好事 何况李甜甜很善良 近熙对李甜甜很专一 目前受伤害的人只有于美男了 大美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两个人的小森林中的小情侣之间误会重重 虽然有一些机会可以解释清楚 可是都错过了 就像庄宇受伤没有那么重 并非故意欺骗于美人 与美人做计划 追求庄宇 也不全是为了工作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解释的 可是他们没有解释 错过了最佳时间 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 很多人之间的关系 可能就是因为误会的存在 导致渐行渐远 实际上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要一句解释 一个道歉 一切都可以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庄宇反套路于美人 也是爱的表现 他没有生闷气 相反他可以站在于美人的角度 去思考 对于爱人的包容真的做得很好 于美人惶恐也是因为在乎庄宇 不然就算庄宇发现了 他也不会在乎 至于靳西和李甜甜之间的爱情故事 即将告一段落进入下一阶段 两个人的小森林快要收关了 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局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